去年選舉9月下禮演序 就說是不是跟選舉有關 每一次下禮演序都說 你是不是跟選舉有關 每一次都沒有關係 每一次說你會不會出賣台灣 每一次都沒有出賣台灣 所以他每一次去跟台商 台胞 跟台生在互動的時候 這是本來兩岸交流的部分 美國希望兩岸交流 賴清德也說要兩岸交流 怎麼人家去兩岸交流說 你別去 你都別去 你不能去 我沒去 你也不能去 領導 關鍵的重點 為什麼國外的媒體這麼關心 台灣這麼關心 是因為中共就借選就在發聲中 為什麼在這麼敏感的時間點 選前30天 下禮演在一年之內去中國試試 國民黨的副主席 什麼天大的事情 要在這一年內去中國試試 國民黨的講法 關心台商 反批民進黨說 你們都不關心台商 我說真的 不要每次都把台商 當成你們的遮羞部 或者當成你們的防禍牆 全世界的台商都要關心 國外媒體都擔心什麼事 中國是不是把這些台商 全部聚合起來 借選 要求他們投給誰 中國國台辦 為了這件事情 朱鳳蓮出來正式開記者會 當然澄清 說沒有 我們希望台包台商 能順時順勢 順時順勢 順什麼時順什麼事 再下一句 重回和平發展正確軌道 這暗示的幅度很清楚了 林棠有看到新聞 有這麼多里長 去中國反滲透法 第四條就違反了 外國勢力介入台灣總統附同選舉 這是違法的 夏立也選在這個時候 跑去中國 這麼敏感的時間點 所以我覺得 中國共產潮做一件事情 你跟大家講 什麼天大的事情 必須在這個時間點 跑去中國 你們見了誰 談了什麼事 而不要只講一句說 我關心台商 有這麼單純嗎 我可不可以加一個東西來看 因為昨天才看到是日本產經新聞 他特別寫了一個內容 是講說中國界選 對 然後今天看到夏立也 國民黨的副主席 又跑去對岸 你會怎麼樣來看 我講 其實夏立也在國民黨裡面 應該算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這麼講 你知道 只要兩岸情勢越危急 只要兩岸被干涉越重的時候 夏立也就有重責大任 你看 軍演的時候 夏立也到中國 打飛彈的時候 夏立也到中國 現在我們要重責大選 他再到中國去 為什麼一定要去 我講如果今天 我是國民黨的主席 我就跟他講說 老夏晚點去 慰問台胞 過年去嘛 農曆節 春節 過年順便把他解決一下 包機的問題 應該這個時候去啊 為什麼要在選前30天 往那邊跑 而且還低調秘密 我覺得有 有非去不可的因素 就是要不要來 來 你不來捐款過不去 你不來 台商的錢可能不會支援你 我覺得有這種意識在 那台商捐給誰 你認為國台辦不能左右嗎 我告訴你 一定能左右 一定能左右 台商在中國很多的經濟活動 很多的優惠 必須要靠國台辦特殊的管道 來支持他 否則他辦不下去 所以台商來介入 來協助總統大選 完全合法 因為台商也是台灣人 台商可以協助 可以出資金 可以幫你吹票 可以幫你動員組織 所以我覺得 如果副主席不去 這些台商動不動得了 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是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我告訴大家 其實國民黨有很多的地方黨部 有很多地方黨部 因為黨中央都不再支應地方黨部了 地方黨部有很多的選舉資金 有很多選舉的需求 都是台商給的 然後台商呢 他是從中國回到台灣以後 很簡單 勾個線照個像拍個照 然後特定候選人講一下支持一下 原則上競選的資金就會進來 我跟你講這是合法的 因為台商不是共匪 台商更不是中共 台商回來是合法 可是如果你不去 對岸不讓台商回來 對岸不讓台商的資金進來 我告訴大家這很可怕 這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才講 我待過國民黨 我知道國民黨的痛 我待過國民黨 我知道國民黨的苦 可是我告訴你 不痛一次不苦一次 永遠切不斷 這些人他真的不再幫你 他回來以後就會跟你講 這幾組候選覺得 就2020年的時候 你覺得哪組好 那我就說你都到國民黨的場合 來跟我們吃飯了 你認為我會說誰 對啦 這個蔡英文不太好 我還是覺得那個韓國瑜有趣點 真的 就這樣講 而且我告訴大家 那個語意之堅定 也就是說你們如果支持誰 我們台商才會支持你 不支持誰就不給你 這是台商的自由 這也是台商的民主的自由權 可是你包上了中國這層陰影 不簡單 台商的自由 當然他有他自己的選擇權 可是台商的自由 是不是因為有一個 是 脅迫的壓力 造成他不自由 對不對 因為台商有兩個老闆 一個老闆是中華民國 一個老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管經濟管 投資管 土地的上司 這些頂投上司 說句實話 這個老闆比中華民國還要大 因為你的工作在那裡 你的投資在那裡 你的員工在那裡 你的賺錢的權利在那裡 如果這個老闆不支持你 你都沒得賺 所以我一直講 如果兩岸之間慢慢把經濟抓回來 中國的確是個很大的市場 可是現在中國的市場正在萎縮中 很多台商都在往回撤 所以我一直在呼籲中國國民黨 跟這一些台商說明白講清楚 趕快回來 趕快離開中國 你如果一天不離開 留下來的台商被中國綁住 他不只是介於你大選 我們有很多的共諜 都是這樣子出來的 我講我負責 很多共諜機場出來的 很多退伍軍人退伍以後 在台灣工作不好找 或者是在台灣覺得收入太少 高薪聘請到對岸去 當管理幹部 當自治幹部 然後給你很好的待遇 只有一個條件 回台灣請學弟吃飯 找你在軍中成就很好的學弟 來挖他的內容 挖他的口風 挖他的人事 挖他的一切 我說這些事情 如果今天不把它切斷 我真的覺得魚重心腸 我在國民黨待了這麼久 我還是覺得你是一個應該活起來的政黨 可是如果你再繼續這樣子被中國綁住 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夏立元主席 你去那邊 如果真的要去 行李如瑜 趕快回來 否則對於國民黨的選情 雪上加霜 趙少康毫不容易衝起來 說他反共終身討厭共產黨 你這樣子一去 會讓整個國民黨的氣勢往下掉 快回來吧 溫情呼喚 挖到有一個情節是說 那個氣努客的非官 然後他談到到底是幾億 有點忘記 1500萬美金 一個天價 也有一個具體的細節 是這樣的東西 那林陶我請教 那你覺得夏立元是要去幹嘛的 基本上我剛才聽到 將軍講後面那一段 學長不要回來找學弟吃飯 我認同大概跟國民黨無關 就是學長要去找學弟吃飯 我們台灣 我們所有的情治單位跟調查單位 當然要掌握 但那跟國民黨無關 可是他們都講 要支持國民黨 所以你要跟他話清楚 這些人跟國民黨無關 不要再往臉上切金 所以我覺得兩件事情 以前你知道去年選舉9月 這個夏立元主席說 是不是跟國民黨無關 每一次夏立元主席都說 你真的跟學弟有關 每一次都沒有關係 每一次說你會不會出賣台灣 每一次都沒有出賣台灣 所以他每一次去跟台商 台胞跟台生在互動的時候 這是本來兩岸交流的部分 美國希望兩岸交流 賴清德也說要兩岸交流 怎麼人家去兩岸交流 說你不要去 你都不要去 你不能去 我不要去 你也不能去 兩岸交流是不是 我們要再去評估 去觀察說 對岸最近到底在做一些什麼事 要不要把這個綜合評估 放進去你們的考量當中 所以今天文全會發出去的稿子 很明確講 他們不會跟中共這些高層見面 他就是要把這個台商 我們這些台商的社區 來做一個互動 了解他們需要解決什麼問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說真的 任何一個人 你可以有質疑的空間 那夏立元他是以前住美國的 他是親美派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 夏立元每次去大陸都很安全 為什麼 因為他是親美派的 所以他有一個防火牆 你知道嗎 而且在這麼多次 你們是認為他有這樣防火牆的角色 所以專門派他去 對 專門派他去 回來每次都OK 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就是很多事情 我覺得確實調查局 或是這些台灣的 有關南區要注意 可是那棠國民都不關 我跟你說有一點貓膩 你現在先補充 對 我先講 領導 關鍵的重點 為什麼國外的媒體這麼關心 台灣這麼關心 是因為中共就戒選就在發生中 為什麼在這麼敏感的時間點 選前30天 夏立元在一年之內去中國試試 國民黨的副主席 什麼天大的事情 要在這一年內去中國試試 國民黨的講法 關心台商 反批民進黨說 你們都不關心台商 我說真的 不要每次都把台商 當成你們的遮羞部 或者當成你們的防火牆 全世界的台商都要關心 而民進黨政府 海基會 陸委會 我們僑委會 世界的台商 我們都在關心 北州的 都在關心 北州 美洲 歐洲 對 所以我說不要每次就講說 因為你沒有去中國 就沒關心台商 這是不對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 只要講一件事情 三個問題 民進黨問的三個問題 為什麼在這麼敏感的時間點 你要去中國 而且端端一年之內去試試 見了誰 見了什麼官員 你的行程是什麼 告訴社會大眾 跟讓社會大眾知道說 你做了什麼事 那我們就會讓大家不要擔心 最後講我為什麼要擔心 中國這幾天在搞什麼事 就在這個月7號 中國開了2023年 全國台協會長座談會 就是台商的頭全部聚集在一起 國外媒體都擔心什麼事 中國是不是把這些台商 全部聚合起來 戒選 要求他們投給誰 中國國台辦 為了這件事情 朱鳳蓮出來正式開記者會 大家很澄清 說沒有 國民黨剛才也說 家裡延續沒有 朱鳳蓮說沒有 我們沒有要戒選 但後面講六嘴了 說沒有戒選的下一句說 我們希望台胞台商 能順時順勢 順時順勢 順什麼時順什麼事 再下一句 重回和平發展正確軌道 這暗示的幅度很清楚了 所以大家現在擔心的事情是 中共戒選在發生中 這幾天李唐蓮有看到新聞 有這麼多里長去中國 可能有一些真的是被害者 以為去旅遊 但有一些是知情 而且是帶對的 反滲透法 第四條就違反了 外國勢力介入台灣 總統附同選舉 這是違法的 所以台灣已經有公職 像里長等人 被因為反滲透法 介入總統的選舉 現在被偵辦中 而且是中國戒選 夏立也選在這個時候 跑去中國 這麼敏感的時間點 所以我覺得中國 國民黨潮做一件事情 你跟大家講 什麼天大的事情 必須在這個時間點 跑去中國 你們見了誰 談了什麼事 而不要只講一句說 我關心台商 這樣子大家會比較信任 說句話就好 基本上 肺炎很嚴重 基本上 這應該是梅將軍 梅將軍 夏立也每一次去 其實他過兩三天都會發布新聞稿 就把所有的行程都交代 所以過兩天他發新聞稿 我會傳給冠天 因為基本上大家都了解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不晚一點去 投完票再去 時間點嘛 對 這個時間點太尷尬了 其實四年前就有台商幫韓國人 弄餐會跟補助機票 會選被判刑 前兩天的時候出來 他要申請再審又被駁回 而且他那時候開記者會 不知道為什麼被判刑的 就要弄個KMT的麥克風在這邊 所以你國民黨不要說你會選財商沒關係 人家就拿著你國民黨的麥克風在那邊開記者會 國民黨如果要澄清又趕快去告他 說這個是他們自己自己自作 跟國民黨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總統支持度的趨勢比較 我們上一次做是10月份的時候 那10月份做的時候 來看賴俏佩確定副手之後 整個有稍微往上加了2.5% 那侯康佩的部分感覺上加了蠻多的 當然也是因為跟柯文哲分手之後 有國民黨的鐵票就歸對了 沒要走他在那裡 那柯銀佩的部分很明顯是一個下滑的趨勢 再來看一個看好度的部分 看好度的部分 賴銷的看好度會當選是比較高的 49.6% 侯康是只有19.6% 柯銀只有12.2% 那在民調的部分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趨勢 然後看到是侯康比較領先的地方 好像是在這個北北基 然後再加上花東後山的這一塊 那其他的地方 我們民調做出來是賴俏佩是比較領先的 來 鄭浩怎麼看 對 因為最近 應該說今天有兩份民調出來 一個是三立成民調 一個是美立島民調 因為其實在美立島上上次的民調過程中 其實侯友宇跟賴清德是非常非常接近 他們兩個是在3%以內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民進黨支持者一直說 這個賴清德的老家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要不要去拆 怎樣之類的 可是問題是有今天新的民調出來 不管是三立還是美立島電子報的民調 兩份民調的內容數字趨勢完全趨同 第一件事情是三立的民調 三立民調賴消費是34.7% 侯康配是28.8% 而柯穎配是21.2% 可是美立島電子報的民調賴消費是35.2% 跟三立做幾乎一樣 美立島做35.2% 三立做34.7% 幾乎一樣 侯康配美立島電子報的民調做29.5% 三立民調做28.8% 也幾乎都一樣 再來是柯穎配 美立島做19% 三立民調對柯維子還比較友善 做21 可是無論如何到底是怎麼樣 你可以看到整個民調 已經趨於一個相似的狀況 就是賴清德大概在35%上下 而侯友宜在30%上下 而柯穎則在20%上下 那這兩份民調都有幾個趨勢 第一個趨勢 賴清德跟侯友宜的領先又回到6%左右 6%叫做100萬票 沒錯有概念 因為我們搶救王英傳就是要6% 6%就是100萬票 1%就是13萬14萬左右 所以你看到35跟29又回到6%的差距 也就是100萬票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把所有民調加起來 就是包含了 以美立島電信邦的民調或三立都一樣 把賴消的趙侯的 還有柯文哲跟吳欣營的加起來 大概都是85或86 換句話說不表態只剩14%或15% 過去我們在看一對一的時候 不表態20幾%的時候 就已經算是蠻緊繃的 一開始選情比較冷的時候 可能不表態有30幾% 那選情很熱 兩金對峙的時候 不表態可能會有20幾% 可是這一次因為撒卡多 你幾乎每一種人 都可以選擇出一個 你覺得OK可以接受的人選 所以不表態只剩15%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選戰沒有藍海策略 那15%就是不會投的 不會選任何人 不去投票 我已經搞了快一年了 我喜歡賴就喜歡賴 討厭賴就討厭賴 喜歡賴就喜歡賴 討厭賴就討厭賴 喜歡賴就喜歡賴 藍牌也分了也沒有模糊空間 這15%就是幾乎不可能去投票 你要去影響這15% 幾乎不可能 你可能用10分的力 可能才動到1%的票 所以這場選戰已經沒有藍海策略 只剩紅海 唯一要有轉換的可能 只剩下 譬如說藍的去殺綠的 讓綠的選票掉下來 或是綠的去殺藍的 讓藍的選票殺下來 或是像柯文哲的現在策略 左踢國民黨 又打民進黨 把他們選票打過來 換句話說 打到這個時候 選舉剩30天 對 你每一張票都是要從對手 實際上搶過來 沒有藍海策略 全部都是紅海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 為什麼黃國昌最近 又開始罵國民黨 也開始罵民進黨 他就是搶票 反正不管 至少我現在能做的就是 綠的偷一點 藍的偷一點 我現在把你票打散 打散讓原本支持賴清德 變成不表態 我才有可能進一步做更多 讓不表態變成我這邊 懂嗎 所以算很僵化 所以進入到非常白樂化的狀況 所以整件事我們可以看到 整件事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賴清德跟侯友宜來說 我認為 我認為賴清德此時此刻 如果能夠持續多一趴兩趴 可能都是勝負的關鍵 因為有一些五五波的地方 那整個大選 當然環境就會拉起來 多一趴兩趴 那個五五波立委 還有賴清德自己都是勝負關鍵 而柯文哲 柯文哲 終於回覆到 我們最希望的狀況 兩層 兩層 柯文哲 柯文哲太低 也不行 柯文哲太低 回到兩層 所以我反而是好奇 是國民黨未來的策略 因為昨天我談過 國民黨有點像是佛跳牆 然後加臭豆腐 然後加 臭豆腐壓血 對 然後加胡蘿蔔 然後再加上肉圓 就全部都加進去 因為他們很多策略 是混亂加衝突的 譬如說韓國瑜說 左營不要有軍港 因為武器在哪裡 就哪裡被打 然後趙少康說 我要多做武器 對 能做多少是多少 能做多少是多少 結果他們的策略是很混亂的 譬如說侯友宜說要組城鎮作戰隊 對 剛剛徐曉星跟張思剛才開了一個記者會 記者會內容是蕭美琴 在美國的時候也接見一個美軍的民防組織 那個民防的傭兵組織的時候 張思剛在記者會上痛罵民進黨政府 你是不是要帶領我們打城鎮戰 你是不是要讓我們交土 要不要讓我們兵荒馬亂 他是沒有讀侯友宜的政策是不是 前兩天才開 侯友宜前兩天才說要這個 城鎮戰的 他明明就看到侯友宜要打 有一個城鎮什麼 城鎮戰的專門部隊 對 對 那蕭美琴假設有見這個人 找專業來不好嗎 那徐曉星開場還開得不錯 而且侯友宜也是跟風 也是要跟對一個 徐曉星開場還開得不錯 說這個組織 就是被派去烏克蘭的 大獲好評那個組織 那不是還勤嗎 哈哈哈哈